早安各位,我是OSI的阿信 就在剛剛 我的 新買的相機來了 這是我開過我最期待的東西 我想要 這台相機已經想了 三年了,從高中到現在 大二 精密機器 CANON80D 可以這樣搖嗎 這是他送的包包 清潔的 機卡,這個應該是腳架 重點是他 其他我先都不要看 我只要看他 就這樣一盒 這樣一盒你知道多少嗎 三萬五 不懂,為什麼相機可以那麼貴 然後 那我先說為什麼我想換單眼 我到現在錄影都是 看不到我自己在錄手 就是自己想像的 然後再第二個就是 那個焦距 沒辦法挑 就常常我到一間地方 我開GoPro 我只能拍全部餐廳 我不能拍他某個地方 可是如果有鏡頭的話 我就可以轉過去 讓這個畫面Focus在 我想要拍的那個地方 再來就是音質 過過音質真是有夠爛 等到我的麥克風來 我再測一下 你們就會聽到 有多大的差別 保證書 操作手冊 先打開 電池做衝 他的電池 這個電池很貴喔 不過另外再買一顆 要1900 焦距18-135的鏡頭 80D機身 最貴就是 跪在這邊 帥 好 讓我想想 我應該先開這個 還是先開那個 好 先開這個 特寫完了 現在我要來把鏡頭 裝上他的主機 我沒裝過 所以要研究一下 然後再把它們合在一起 這樣也不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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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會掉 這樣也會掉 拿開 這邊 這邊 就可以這樣錄到我自己了 帥 給了八包 好 還沒有分兩千 好 酷喔 這個是可以 打開的 然後 這個 128G的記憶卡 他送的 不知道 夠不夠快 因為 記憶卡他 容量高 但是如果他寫入速度慢 也沒P用 然後還買一個 防塵箱 不知道 不知道 防潮箱 可是有點開心 糟糕 糟糕 好 我們電池拿去充電 以後 拍什麼 應該主要的用這台 然後 這一台GoPro 就是 隨時都在在身上 但是他沒辦法拍 他沒辦法拍很精緻的東西 好 就這樣 我們掰掰 拿來放餅乾 以後就拿來放餅乾 以後就拿來放餅乾 也不會吵死 太 太好了 好 好